為了推廣樹林紅麴文化 樹林區公所在樹林玉林國中 推出三場紅麴料理示範教學活動 邀請家長 同學 以及樹林紅麴推展協會講師 和學校老師 一起到校內的棚人教室 做紅麴料理教學 學校 社區與區公所 一同推動樹林紅麴文化 那其實紅麴一直是我們樹林的 在地特色美食 那其實我們公所也在推廣 這個紅麴文化也是不遺餘力 這一次是剛好用一個 就是親子共廚的方式 然後我們藉由親子之間 他們在做這個料理的同時 也能夠增加他們的 親子之間的感情 我們第一年參加了 教育部營造空間美學特色學校 那因為有好幾位的老師 一起來設計課程 我們的主軸就是以樹林的文化 紅麴文化作為主軸 那希望藉由這個 也讓大家認識樹林之美 行銷樹林之美 然後把這個 這個向下扎根到我們的 國中小以及社區身上 這也是學校文化推動的責任 我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參與公所所推動的 紅麴嘉年華活動 烹飪活動裡 有一家人是一起來參加 做著簡單的紅麴珍珠丸子 小朋友捏碗子都覺得很好玩 很好玩 因為很少做這種東西 而在家裡擔任大廚的爸爸 沒做過紅麴料理 但覺得紅麴是很有特色的食材 以後可以在家裡煮煮煮 沒有 第一次試這個紅麴的料理 覺得還不錯 今天我會問一下我們的大廚 看看去哪邊取得材料 回去研發一下這樣 還有困難的紅麴油飯 用麻油煸香薑片 和雞胸肉一起拌炒 用豬油提香 再加進紅麴米 還有米酒一起煮滾 做好的紅麴油飯拌料 雞胸肉會變成紅燕燕的 空氣中飄散著麻油 混著淡淡酒香的米人香氣 把拌料和蒸熟的糯米 混拌在一起 紅麴油飯就完成了 好玩 為什麼要飯 因為可以跟爸爸和媽媽 一起煮飯 在家長 小朋友 學校 還有社區 共同的推廣下 讓大家更知道 紅麴這個可以降三高 又滋補的聖品 是可以變成家中餐點 都可以加進的食材 中家新聞 吳沛山樹林報導